有話直說一分鐘,就在全球疫情漸趨平穩, 不少國家都已經或者準備開放邊境恢復正常往來之際, 近日出現在南非的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, 已經在短短數日間令全球再度如臨大敵。 本港截至11月29日下午已經發現三宗涉及Omicron的輸入個案, 但面對這種新型變種病毒,港府反應卻出乎意料的淡定, 仍然是奉行外鬆內緊的防疫策略, 不僅沒有徹底溶掉南非抵港的航班, 也沒有收緊對其他出現Omicron確診個案國家的措施。 病毒變異自然是無常,但港府應以恆上的抗疫措施去應對,以不變應萬變。 今年7月1日,港府曾用段同英國往來航班長達一個半月, 的確令本地市民免受Delta病毒的侵襲。 而現時Omicron已經肆虐全球, 港府又何必要等到事態失控時才痛下決斷呢? 為實現通關,港府最近的確出了不少努力。 特首林鄭月娥也在武漢訪問, 向這一座抗疫成功的城市取經。 只是無論如何與內地溝通, 若港府不能有更嚴格的邊境防疫措施, 為國家守住這一道防疫邊境線, 那麼通關依然無期。 長遠來看,變種病毒會不斷出現。 最重要的是港府以哪一種手段應對, 能不能在邊境措施上與內地步伐一致。 只要做好這一點, 相信無論是哪一種變種病毒, 都不會成為通關的阻礙。 如果大家對疑犯任何意見,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。 再見! 再見!